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在香港爆發至今已經一年多了 疫情對我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 等了那麼久,大家終於復課了 看著同學精神容易地上學,真的很開心 如果問我們,疫情對我們有什麼影響的話 身為學生,最大的影響當然是不能上學 沒得面對面,想說得很困難 我和我活動,我都離開了 雖然早上起床,上學也挺辛苦 但原來不上學更辛苦 多辛苦 在這一年紀裏面,我們經歷了停貨和網上收貨 其實網上收貨都發生了那麼少趣事 還記得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一個口罩都難求 我們個個都給錢搶貴的口罩 幸好現在口罩越來越便宜 還記得提到他們的口罩 疫情施約,我們最重要是注意為3 pessoal 不妙過正 平常我比較喜歡打球 然後現在因為這個疫情導致 前一段時間那個能夠上工作 二是因為我平時放假的時候 都會選擇去回內地 現在因為情風關了 都導致一年沒回到去 以我來說有很多不同的辦法 例如吃飯要用這個安心出行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要花時間在寫紙 然後寫名 之後就不能去旅行 還有出街的時候 一起戴著口罩很方便 剛剛開始的時候 上學有點困難 因為疫情開始不適合好 都怕上學感染這種病 改正上網房之後 又有不明的問題問不到老師 因為疫情關係要在家上課 上書 我平時在學校上課很高興 大家一旦到家就很天生 因為家裡有很多熱門 所以每次都會網上打進去 我們要找到家裡 我平時在學校上課 要再學校 我平時在學校上課 我平時在學校上課 我平時在學校上課